翻译&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高兴来到杭州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所代表的机构 我们是一个做影视视觉特效的公司 这九部里边大家可能能认出一些吧 其中这个超人大战 蝙蝠侠 星际迷航 刺客信条和美国队长 这些都是跟动漫都是跟漫画有关的 毕竟我们迄今为止 今年已经确定的18个项目中 超过半数都是跟这些动漫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儿 曾经无论是在网络上也好 还是面对面的焦虑 曾经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说 我们也想问我说 我是怎么开始这个视觉特效行业的 并且呢 如果说我们对视觉特效 对电影也有很大的热情 我们怎么样开始这方面的贡献 做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我打算在这里跟大家先分享几个 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跟我一些同事的故事 视觉特效呢 又叫这个Widget FX 就是在我们电影实际拍摄的范畴以外 对这个图像进行一些创造 视觉特效实际是 就是把实际拍出来的东西 跟创造出来的东西相结合 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这样拍呢 如果花费过大或者特别危险 或者说拍摄的可能性非常低的情况下 我们会引入这个视觉特效的技术 比如说你很难想象让妮可基德曼从一个大楼上跳下来 这个呢 所以这个我们视觉特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会做一些我们的贡献 先从我自己的故事来讲 我是哈尔明工业大学毕业的 我是在那儿学习的给水排水工程 就是水处理啊 平时大家喝的水啊 排出去的水啊 如何处理让它干净 听起来跟水有特效毫无关系 因为水病是跟环境有关系 然后我有幸来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 进行硕塑研究生学习 这个是环境管理与地球监测 我花费了最后的半年时间来做我的毕业设计 其中就是创建这个诺丁汉大学的这个数字校园 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的 像激光扫描 建模 摄影 贴图渲染 灯光等等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偶然开始了这个 与世界的特效有关系东西 毕业了以后 受到一个朋友的启发 我想那在英国找一下工作吧 很幸运找到了一个工作 在第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领导跟我说 明天去哈利波特的现场 我当时以为一定是个玩笑 没想到第二天真的有车帽 接着哈利波特的现场 然后我从此就走上了视觉特效的这条路 到现在已经快十年 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 几个我的几个同事的故事 Ignatio 西班牙人 他在西班牙最好的法学院 学了三年以后 他觉得这不是他想做的事情 于是他又换了一个大学 学习了四年的广告 他学成了之后呢 来到很有幸参加一部印度电影的制作 在里边做一个特别小的助理 做完了这个以后呢 又参加到了阿根廷 在有一部商业短片制作里边 于是在通过这两个事情 这两个工作呢 Ignatio 对视觉特效 对电影制作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他想说 那我想来进一步了解 整个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于是他就申请了我们公司的 Runner 这么的职位 就是最低层的一个职位 Ignatio 现在还保持了 我们公司年龄最大的Runner的这个记录 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他在以后的工作中 学习一边工作一边成长 现在他成为我们公司的 特别优秀一个和诚实 我的好朋友阿康来自香港 阿康从小就喜欢玩游戏 然后他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以后才意识到的这种 这种电影的艺术感 因为高考的成绩 可能是香港的高考成绩 不是特别理想 阿康没有能够进到自己 特别想的动画制作领域 而进入了机械工程系学习 阿康在学习之余呢 继续他的动画的自学 他们在毕业设计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家庭机器人的设计 阿康通过他评计学的动画的本领 来展示他们的家庭机器人 并且获得了好评 然后他的这个小动画片 也作为他的一个作品 也因此拿到了香港一所 特别有名的视觉特效的 培训学校的一个入场券 从而对视觉特效进行系统的学习 阿康最喜欢的就是火影忍者 然后现在给大家来一个颜值比较高的同事 Taylor他来自温哥华 他从小受到了家庭的渲染 受到了家庭的熏陶 对绘画 摄影和织毛衣特别感兴趣 直到他高中之前 他都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来织毛衣 在他那个时候的加拿大 有一种说法就是从事艺术的职业 并不能称作上是一个真正的职业 因为当时绝大部分从事艺术的工作人 他们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日常的开销 但是因为对这个艺术的执着 Taylor还是进入了大学 进行了学习视觉艺术的这么一个专业 当时呢为了支付学费 Taylor在这四年大学时间里 同时也是做了两份工 一份是在发廊里给人洗头的助理 另一份是一个裁缝的助理 1999年黑客帝国电影上映了以后 对Taylor有一个很强的冲击 他想 哇 原来电影就是能动的视觉艺术 于是他重新回到了学校 重新进行这个视觉特效的学习 系统的学习 但是当然在里面他会学习好多建模 和一些动画的这种知识 他发现他自己对这个毛发 跟这个衣服的纹理 有特别独到的见解 这完全就是他洗了四年的头 和给那个裁缝做了四年的剪裁 各种布料 艺术家通常会与物理学家相搭配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会由物理学家来进行审核 Taylor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得益于他在这个完整的知识情况下 对这个艺术上的造诣 然后这是我几个同事的 他们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我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做过的一些影片 然后里边传统的这个行业 对我们这个视觉特效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海洋深处》 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讲的是大概一百多年前 捕经者跟经理的故事 这里边有涉及到动物学 解剖学 流体力学和流体表面力学 作为视觉特效呢 我们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见过鲸鱼 现在凭空让我们来设计一个鲸鱼 这个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任务 于是我们跟海洋学家 跟轮轮动物园的动物学家 共同合作完成这一头鲸鱼的模型 当然 然后我们对鲸鱼的一些比例 一些细节 也都是在动物学家的指导下做出的这些事情 然后在一群鲸鱼 每一个都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特性游泳的时候 这些全都是隐身于这一头鲸鱼的这个数字的模型 然后这个 大家会看到当这个鲸鱼在海面上呼吸完了以后 它们会潜入海底 这个时候它们会引入好多的气泡 那么在这个鲸鱼游动的时候 这些气泡的形态 这些气泡运动的这些轨迹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们视觉特效 我们无能无力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特别需要 物理学家跟我们一些流体力学上的知识上的指导 就像这样 我们不光需要模拟这些泡沫 并且在这个鲸鱼游动的情况下 在这个海面的反射 这个水面的反射 我们都必须要做到更加的逼真而不是完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是去年奥斯卡最佳世效奖的 或者是《星际穿越》 可以讲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电影 来展示黑洞和虫洞的图像的形象 如果没有理论物理家KeepThom 它的那些方程式的话 我们根本完全想象不到 然后这有几个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虫洞 并且在这个影片里面 可能也会给大家展示出 这些是怎么拍出来的 这个是黑洞 并且我们在这个剧本 因为这个Keep的这些理论 我们也做出了一些修改 因为在进入黑洞的某一个阶层的时候 我会发现在里边停留一个小时 就是相当于地球上的七年时间 根据这个理论 也是对这个剧本进行了修改 并且在这个航空器 飞行器在失重情况下碰撞的时候 这些碎片都应该是如何飞翔 怎么运动 并且这些火焰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具体怎么拍的 实际上我们是在摄影棚里拍 然后我们后期加上了这种视觉特效 可以说视觉特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艺术 其实我们就是在欺骗大家 欺骗观众的眼神 让大家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功 这当然也有一个瑕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飞行器在试图着陆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这样拍出来的 只用了一架直升机 但是我们有一个瑕疵是这个飞行器的推进器 是在这个飞行器的中间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这个直升机的螺旋桨 吹出来的那个气流的中心 这个水面的中心 其实是在这个飞行器的前方 这是当时我们没有看出来的一个地方 但是后期呢 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专家 跟我指出这个地方不完善 但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到更好 下一部电影007幽灵档 这里边我们也运用到了结构力学 人体解剖学和精密测量的这些 简单技术的帮助 比如说英国军情六处 这个楼坍塌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剧本跟导演来分析 如果你是这个坏人 你会在哪些地方放炸药 放多少炸药 这些炸药引爆的时候 哪些地方先坍塌 我们都会力争做到合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仅凭我们视觉特效 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些任务的 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家 和土木工作学家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边这个坏人 他有一个眼睛里边是空的 并且脸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 当他在做各种各样的表情的时候 我们要对他这个伤疤之后的肌肉的运动 要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 但是我们对这些解剖学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然后这个也是一些医生 一些解剖学的专家 来协助我们做成这个概念的设计 好 那设计完了 概念了 那我们怎么把它转化成数字模型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运用了激光扫描的精确测量技术 来达到0.2毫米的精度 把这个模型完全地转化成数字模型 这样我们才可以往里加我们的magic 这是我们今年获得奥斯卡奖的《机械机》这个电影 这是一部特别小制作的电影 只花费了1600万美元的预算 这里边我们受到解剖学 汽车工程 机械工程的雕塑和三维打印这些的影响 这是主角Ava 他的这种概念设计图 那这些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通过现代自行车 赛车的简震系统 和来自罗马尼亚一个著名的 100年前的一个特别有名的雕塑家 他的作品加上解剖学设计出来Ava的形象 当然我们设计出来特别酷 但是这些仅仅是停留在图形中 并且仅仅停留在数字环境下 我们必须得知道在实际的情况中 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完善的机器人那种的动态 于是我们把这些零部件通过最近特别的3D打印 就全都打印出来拼接起来 做成一个真正的Ava的样子全齿层 然后我们知道OK 这个可以 并且我们Ava的里边的骨骼结构 肌肉结构 我们也通过咨询特别著名的医生 然后来做出特别相对来讲更加合理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它 其实Ava这个体内比如说陀螺仪啊 各种的这个管线啊 大多都是依照它的肾脏的位置 它的这个肌肉走向来做 但是如果是没有这个解剖学的这些专家的指导 我们是不可能做出这个来的 蚁人 这里边就是昆虫学和微观摄影 蚁人当然就是讲的蚂蚁的 但是蚂蚁是怎么跑 怎么运 如何运动呢 我们平时根本就不会注意这些 于是我们又得来麻烦伦敦动物园的动物专家们 给我们进行指导 并且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 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就用原先全尺寸的摄影机 全部都是微观摄影来拍摄出来的 并且会飞翔的蚂蚁 它是如何飞翔的 并且如果说这个蚂蚁负重的情况下 它是如何飞翔的 这个我们都必须得考虑到 然后必须得借鉴好多这个 其他行业的专家给我们那些指导 《出埃及记》这里边的考古学 建筑学 和精确测量的激光扫描 这有一个小小的短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具体拍和大家看到的电影 会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不是故意欺骗大家 但是实际上的话 这个在这个cost上 并且我们现场搭建的场景呢 这个有点小 但是我们在恢复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凭空地 只凭我们的想象座 我们必须得参考历史学家 跟考古学家 建筑学家 他们的这些指导创造出 这个还原度更高的建筑 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观众的心脏水平 都非常非常地高 不是说很容易就挑出特别明显的错误来 这个视觉特效呢 曾经给人感觉是一个 离普通大众特别远的一个行业 但是呢 现在其实它就在大家身边 这个视觉特效这个行业的发展 就像我们中国足球一样 必须得是 除了我们这个从业者的积极努力以外 也离不开我们群众的基础 如果你正在处在一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 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干什么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心里边还有一种热情 就是我对电影视觉特效感兴趣 我对VFX感兴趣的话 那么 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永远都不会太晚开始 对这个进行学习 或许不远的将来 就会看到你的成功 当然如果现在你在你的自己的所 从事的行业中已经有所成 并且时不时呢 你的心里边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 我还是非常喜欢电影 非常想做VFX 没关系 我的建议是 你不希望放弃你现在正在做的东西 我请求你现在在考虑 你现在做的行业跟我们电影视觉特效 有没有什么相通之处 有没有什么相连之处 或许你正在从事的行业 会给视觉特效的行业 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指导的作用 无论多小 无论多小这个指导人 都会来推进视觉特效的发展 未来视觉特效的行业 离不开我们再做 每一位的积极努力和每一位的投入 好 谢谢大家 我就收到这儿 谢谢 有没有2人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 幽容 itu 有得更多的 2人 为什么 积极努力